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面的交互 我们示范撞一次 好了 第二招 继续高山流水慢慢撞 刚去翻腾 移姓缓坏 等茶粉上下掉尖位置 这样一会儿出的茶味比较完全释放出来 最后一招 我们在说海纳百川 里面有奶 有糖 好了 一杯很漂亮的港式奶茶 就这样单身的了 如果说拉茶考验的是奶茶师傅的记忆与手法 那么烹茶就是时间与温度的艺术 让茶粉 水与空气充分接触 氧化 烹煮时间不足 则茶香无法完全释放 烹煮太久 则茶色暗淡 茶味苦涩 火候的把控 全品奶茶师傅 日复一日积累的经验与手感 据史料记载 奶茶起源于中国西藏 在17世纪经中国西藏传往印度 再传至英国 再传至英国 后从英国传回中国 香港 而港式传统奶茶则源于20世纪初的香港老街 香港人在制作奶茶时提高了茶味的比重 制作出更易被港人接受的奶茶 也就是至今流传的港式奶茶 港式奶茶还有一个美丽的别名 丝袜奶茶 为什么是丝袜奶茶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布坯 是面质布坯来的 白色的 因为冲茶冲得多了之后 冲了几次之后 它就产生这个很美的颜色 好像丝袜这样的颜色 所以师傅就跟那个人说 这个是丝袜奶茶 就这样大家说一说 觉得都很完美的 你的词意就是丝袜奶茶 如今 人们说起丝袜奶茶 除了指长期净润茶汤的绿胆形同丝袜 更多赞美奶茶 如丝卷般细密润滑的口感 这也成为港式奶茶 在色香味上的独特标志 与奶茶相伴半生 对刘青坤来说 奶茶早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他早年间频繁往来两地 为的是给内地爱好者 教学港式奶茶记忆 90年开始我们经常去大陆教 中山 珠海 东莞 广州 当然深圳是重点 北京 上海 武汉 渠州 廈门 我们都会去教的 每一个地点 或者我的投资导师 都很多在国内的 我觉得是国内的人 吸收我们香港的文化 非常之快的 奶茶要初初不喝 西门一杯都饮不贵 到现在呢 又要用 又要贵的 新鱼好饮 他们都可以接受得到 刘青坤 乐见这种相伴半生的家乡味道 能被端上各地的餐桌 更期待这种传统的香港文化 能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